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顾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12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话呢 记得给大家分享 大概好半年以前 所推出的G2配色 它都是当时的玩具 弃暗的配色 那么这一次给大家分享 这款幻影的话呢 是我在网络上的 用玩具去跟人家交换来的 因为G2配色的话呢 虽然我突然之间冒出了兴趣 但是呢 我会倾向用旧的玩具呢 或二手 或者是说我没有兴趣 在开盒的全新玩具 就跟人家做交换 这款是属于交换而来的 那么今天的话呢 做了这款幻影 它是一个 台湾以前有一个 口香糖的配色 就是清剑口香糖 我真的觉得是蛮像的了 那这个玩具的话 其实它有一些小毛病啊 首先的话 它这个合绘 你看它这个车形态 其实它这个车形的话呢 是属于这个 是属于围城的模具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车子的前方 这带的造型 是一样的 那如果说你是 这一款 这一款G2配色 它用的是地球崛起的 是属于一个地球形态的载具 你看它这个车头 是不一样的 最明显就是这个地方 翘了起来 还有这个地方的横条纹 跟这个盒子上面 是截然不同的啊 那翻到侧面来看的话呢 其实这个头像的话呢 直接是用围城的那个 人物的图照片呢 去做渲染而成的 所以说它是一个 使用了围城的插图 但实际上呢 却是地球崛起的 一个模具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 我们先做个简单的对比好了 其实这个之前都对比过了 我们快速的聊一下好了 这款是标榜地球上的载具 而这个是属于 有一点外星风格的 尽管它看起来 也是很像地球载具的啊 如果你单纯 没有说比对什么 就是什么配色偏好的话 我想一般人的话 应该会觉得 这款有透明配件的 这个围城的这个模具的话 会感觉比较漂亮啊 武器也比较巨大 不过武器的搭载方式呢 是以这一款 这是属于地球崛起的模具的 这个搭载的两侧 可能比较正常一点点 然后比较可惜的就是呢 它的一个毛病之一 这个地方你看到 它的胸口的这个 涂装188 它应该是对应到车头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车头没有印上去 那除此之外的话 这个模具的话呢 就一个把玩项来讲 这一国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中奖啊 反正我变形的时候 这一块 是比较容易去脱落到的 那载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车子的车尾这里 这是鳄鱼对不对 然后 你看它这个绿跟粉红色的配色 跟这个 这个头领战士的那个鳄龙 配色也是有点接近 不晓得鳄鱼跟这种配色 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好吧 那我们就来直接示范它 那个变形过程好了 这个武器 直接从侧边把它给拿下来 我们变形的时候呢 先把两侧这里给打开 先把推 这里还是这样子 两侧是这样错开的 这个模具的变形的话呢 可能大家也是 应该是蛮熟悉的 然后从侧边 侧边这里把它给拉开 这个地方 拉出来 好 然后这个脚掌 给翻出去 脚掌给翻出去 好 先到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记得把这个给翻进来 转到侧边 这里把它给扣进去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腿的外摆内收 转到前方来 好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给摆开来 摆开 把这个手转进来 然后 把它的这个部件 往前面放下来 推进去 它的塑胶是感觉是有一点点偏软 不过基本上不太影响把玩 再来这个 手部的话是两侧这里把它给解开 先把它给推上去 先把它给推上去 往两侧先 推开 推开之后的话 这个部件打开来 好 我说的就是这个 这个部分 它这个部件翻转上去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啊 你看到这两个粉红色的 有点类似这样子的 吸性扣的 它有一点点撑开了 因为我这个入手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全新的 我不晓得是它通病还是怎么样 所以变成这里的时候 我要小心一点 我如果转快一点的话呢 它就爆开 就会喷进喷出去了 这个部件呢 再把它给复原 然后两个轮胎 把它给收进来 好 然后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 把它给推进去 折下来 好 扣上去 手臂的话呢 这里锁扣 把它给锁上 这里一样 锁上 旋转一下 这个肩膀的这个造型 最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拳头 从内部给翻出来 到这边 好的 整个变形啊 虽然步骤多了一点 但是还是挺流畅的 应该是说 幻影的模具呢 几乎每一款幻影 变形都是挺流畅的 然后呢 这个模具呢 最大最要命的一个缺点 就是它被迫取消了 肩炮 这个我们把这个武器放 它这个肩炮的一个放法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没有地方可以扣 你顶多就只能把它扣在侧边这样一样 伪装成说它好像有肩炮 其实它是不能够 不能够往前面放下来 这是比较可惜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G2的配色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鲜艳奇葩的配色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本身模具没什么问题啦 但是这个是属于一个绿色跟粉红色的一个组合 各位你喜不喜欢这个配色 全看你个人的偏好啦 那我的话呢 就是因为收了钢索之后 莫名其妙的对这个模具呢 对这个G2配色呢 产生了浓烈的兴趣 但是呢我也没有全部都收 基本上我就收了钢索 还有这个雷射克波纹 以及这个Jazz 横炮跟这个金星的幻影 大概是收了国派的这五个成员 再早一点的话 还有一个喷气机的一个蓝色的那个配色 其他的话目前就没有打算多录了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期待给我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